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,中华电信推出499元和299元方案后,引发电信大战,很多人抢大这波优惠热潮,新竹地区各大门市店都挤满排队申办人潮,有的抽到200号以后,更夸张的是抽到号码及眉纸,还有的等到深夜10点多,让人傻眼。 引爆电信499之乱的中华电信新竹地区各地门市,这两天都用入大批排队人潮,很多人抽了号码排后,因为要等300号以上,钱翠先到附近办事,有的说你吃完午餐了,才过50号,也有妈妈打句说,上午送孩子上学后,吃了午餐,买了菜,下午去还是得继续等,几乎不会过号。 中华电信新竹市中正路的门市同样热闹,中华电信出动数十名服务人员疏导和提供咨询,依然挤满人潮,由于周边多半是工价机关,也吸引不少公务员或已退休公务员审办,有的看号码排还要200多号,钱翠先去逛街或运动,喝下午茶,而上班族几乎不用请假,下班再去等即可。 中华电信说,这波申办热潮恐怕15日前仍会持续,提醒有一申办民众多点耐心,可先想好适合自己的方案后申办。 中华电信服务人员也抱怨,从开门到晚上,几乎没时间吃饭,就连上厕所也没时间,姐说到口渴也不敢喝水,但为了配合公司政策,只能努力服务大众。 这几天都得加班到晚上十点半,但为了饭碗,只能努力判了。